很多明星都演过尸体 很多明星甚至都不需要演 而眼前这具男尸 你能相信他是尊龙吗 有人让尊龙挑选自己最爱的角色 却正是他 这具尸体到底何德何能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科考队在北极挖出巨大冰块 如同琥珀般冰封着什么远古生物 于是他们把冰块运回基地 准备健保 激光迅速切开冰块 谜底揭晓 试据木乃伊 人类学家小谢仔细观察后 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判断这是一个 距今两万到四万年的尼安德特人 面对这样巨大的学术发现 全世界的科研机构都来抢保 很快 边人的心肝脾肺肾都有了下家 这让小谢很不爽 追着领导屁股后面 要求给自己多留点 而另一边 对边人的进一步解冻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贴满全身的暖宝宝开始发挥功效 冰水化去 冰人露出本来面目 看他的姿势 像是遭遇了什么突发事故 看他的表情 没有一丝恐惧 更像是无法瞑目的不甘 检查他掉落的装备 皮衣皮裤 云铁挂坠 瘦骨符纹 是个猎人无疑 科研人员惊奇的发现 冰人的细胞还在代谢 随后又监测到微弱的脑电波 主管医师当机立断 还施检个毛线 赶紧抢救吧 心肺复苏 电机除颤 一顿操作 强心针 营养快线 但凡能往身上扎的 全部安排 这个冰冻了四万年的原始人 他还活着 冰箱里冻久的肉 口感很柴 因为低温破坏了细胞结构 可这个冷冻了四万年的原始人 却一点都不柴 反而很鲜活 冰人被抢救过来 他很慌 以为自己被外星人劫持 幸亏小蟹脑子灵 摘下头罩 这才让冰人冷静下来 科考队为他搭建了一座花果山 打算研究他长生不老的秘密 醒来的冰人 马上就实现了车离子自由 作为一个猎人 他会碎石取火 会制作工具和武器 拳打南山分飞燕 脚踢北学大野猪 很快就成了花果山一霸 这天冰人下水摸鱼 摸到一个奇怪的东西 掏出来一看 是个水龙头 金灿灿 还贼硬 他知道这是个宝贝 顺着水管一路往上 发现一扇门 稍一用力 门被拉开 里面的研究员吓得不轻 冰人以为遭遇了敌对部落 他爬上水帘洞 拼命嘶吼 以示警告 最后只能用麻醉枪将他控制 为了消除冰人的戒心 小谢决定和他近距离接触 冰人警告他不要靠近 小谢继续前进 还硬挤出个笑容 冰人一记黑虎头心将他扑倒 举起石头就砸 好在只是为了试试他的胆量 看一眼牙口 闻一下气味 确认一下性别 冰人算是接纳了小谢 小谢教他人类的语言 他请小谢吃半生不熟的野味 两人击鼓当歌 成了一对相差四万年的忘年骄 可人类对冰人的实验一天也没停 今天拿一刀 明天抽点血 冰人重拾敌意 小谢再想靠近 他怒吼着冲过来 把毛枪递给小谢 让他了结自己 有一个痛快 然后神神叨叨地在地上画鸟 小谢琢磨了半天 他说服女友和自己一起去见冰人 冰人大老远就闻到了味 兴奋地跑出来 他对小谢做了个手势 你可以走了 一个四万年前的原始人 拿出丰盛的午饭招待女人 他给我吃的是什么呀 石锅鼻涕虫 我吐了 别矫情 和烧烤鼻也就差了吧 自然 他嘴巴太臭了 冰人想确认一下女人的性别 被小谢喝止 他气冲冲地转身回到洞里 回来的时候 手上拿着那个金灿灿的水龙头 女人问小谢这是什么意思 小谢说 他在提亲 女人崩溃了 你跟他说这点彩礼不够 被拒绝后 冰人有点伤心 他想起自己也曾有个家 冰人边画边比划 介绍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 然后他问小谢 自己的家人在哪 正在此时 科考站的直升机 误入花果山林空 冰人看见后 发疯般爬向山顶 一边追逐直升机 一边喊着皮塔 直升机开走了 冰人不再与人沟通 也不再进食 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摆放整齐 用浆果在身上画着符文 似乎在进行一项重要的仪式 小谢一筹莫展 他拜访英雄特人部落 得知在古老的基地传说中 有一位负责鱼猎的鸟神 名叫皮塔 小谢推断当年 冰人的部落遭遇雌极变化 导致饥荒 他只身前往鸟神处 准备献祭自己 拯救族人 随后遭遇事故 被冰封了四万年 如今他看见直升机 误以为是鸟神皮塔 所以又重拾使命 准备完成献祭 小谢和其他科学家 发生了激烈争吵 他认为冰人不是动物 而是人 他有选择离开的权利 最后在同事的帮助下 小谢带着冰人离开 白茫茫一片 走向记忆中皮塔的所在 即便天塌地陷 冰人也是物我两望 终于他又看到了鸟神皮塔 他抓住了鸟神的脚 被带到高空 松开双手 完成使命 去拯救自己的家人和部落 即便跨越万年 人就保有初心 只要你真的相信 扮演冰人的演员 尊龙曾说过 这是我最爱的角色 如果你也喜欢 不妨点个赞 给我点鼓励 好了我是CC 关注我 下部电影见